這叫柯媽媽說 寬容是好小孩 看自己的故意故意 今天趙燒康去五日 五日到鎮大廳 整個都風露就對了 趙燒康去說整個重點 第一 這個立法院裡面 像元寬容接著交通的很少 這幾年元寬容沒有做立委 所以捷運都沒有進度 可是趙燒康 你怎麼知道為什麼捷運南線沒有進度 就是改車站 改路線 改中南都知道 改的那一站叫鄭營站 鄭營站的門口 出入口 下去 那些土地主人小顏 就顏家人 不要跟他改就好了 不然趙燒康說要叫元寬容回去二萬年 我來回去二萬年 這路線 車站 元寬容都專業 都專業的啦 他也交通專業 林正義什麼專業 林正義就不會插土地 捷運經過的土地就不會 這一種是不會插土地就要做什麼立委 交通專業的 這就是元寬容 今天這個趙燒康有背書 在捷運 在土地 第二說還有一條捷運的綠線 要延伸去鄉外 經過新公領教高鐵特徵區 我以前就躲在高鐵特徵區 高鐵特徵區要啟動隊主委 這元寬容也專業的 專業的 所以提前元寬容是誰 第二 趙燒康今天氣很清澈嘛 他就是挺元親標家族 嗯 我有說錯嘛 趙燒康你是不是挺元親標家族嘛 是 很清楚嘛 你挺元親標家族嘛 現在人家 挖到政大的時候問說 你們什麼位 建立到底什麼位 其實喔 這些政大的學生 可能用字也要精準 你想的 世子追夢人 廖先祥 那就是他們爸要追夢嘛 追求一個做農夫的夢想 一個山頂館蓋一個莊園 又怎麼了嗎 又怎麼了嗎 所以這政大學生 就是說 人家爸爸要追夢 在這個保護區 建立豪宅 第二 元寬容的龍井的豪宅 佔用國有帝 就只是一位元寬容的太太 喜歡花花草草 種一些花 跟一些草子 成名的國有帝 又怎麼了嗎 這就是 這就是趙燒康的標準 趙燒康說 那佔用的跟他們元寬容 不是啊 是元寬容他們沒有啊 佔用那個 那個十字的山頂的那個 那跟廖先祥 不是啊 那是廖先祥 他們爸 是追夢人啊 那你像那個新娘 羅明財 好 一個山頂的土地 那麼大面 他們爸爸現在 走去中國 走去哪裡 他們爸爸走去中國 叫羅明財 什麼關的 無關的嘛 爺爺叫就無關的啊 爺爺叫都無關的 對 他們爸做什麼事情 叫羅明財都無關的 這就是國民黨的標準 好 這標準 如果拆下去了 大家就說得清楚喔 第二代都叫第一代無關的 你如果要有關的 就有關的 不然要撩票的時候 就說一人當選 全家服務 現在就賺了 又說 爸的事情怎麼怪小孩 小孩是小孩 小孩這麼乖 對不對 柯媽媽說 寬容的怪小孩 你如果要這樣把他吞塔 這樣把他摸著 這樣不好 所以這個東西 大家說清楚 今天趙少康站上 顏框的台 就已經代表趙少康接下來 會去站所有跟黑金有關的 國民黨立委候選擇台 所以原來支持趙少康的朋友 看清楚 趙少康今天已經明確表態 他會去支持 顏清彪的家族 沒有啦 郭再興是受害者 他是被打的啊 而且民進黨也開除了喔 因為他不是88槍 那是因為盧澤 盧澤 他是叫王文中開槍打他嗎 對 所以為什麼是這樣 我要說的 我現在都可以幫國民黨 跟民眾黨排台南的行程 因為第一個行程 我們平常去 七股都吃虱目魚他們不是 他們七股就是看那個喔 餘溫 上頭也沒有光電喔 都看不到台喔 光電是另外一個 他都看那個魚雲啊 魚雲啊看法 就說喔 光電案啦 88槍啦 第二十 我們都去英廣都去吃肉湯 不是 他都去找李全家 妹妹了 去找李全家投票啦 這就是他們的刑定啦 你找李全就要配合 我說真的 有案子在身 我們就是要 依法行政嘛 我對全教老大 一點意見都沒有 但是你也可以這樣對付李全教嗎 李全教公義 黑金不是我講的耶 不是我們電視台講的耶 是侯友宜當初 李全教做國民黨的選策會委員的時候 他在臉書說反黑金復辟 五字大大大 回到他的臉書上 所以李全教是侯友宜賣黑金 但是要投票的時候 也是照常嚇死了 你看那個民眾黨 柯文哲也是 也是去七個啊 看新聞啊 看他之後 他說李全教 他拿手啊 不是啦 那是主委給我拿的 不是我拿的啦 跟那個大英雄 滾滾滾滾 還說白菜 他不敢賣人 他的事 不敢賣 他叫什麼賣 叫黃國昌賣啊 黃文聰這個人 公司的帝子跟李全教一樣 不是我說的 也不是帝子才說的 是黃國昌的直播節目說的 現在是民眾黨不分區立委的第二名 安全名單 所以要說的是說 你們兩套標準嘛 你要投票的時候 就說我很快耶 我很快耶 要去英寬恆那裡也要投票 就說我很快耶 還要處理事情的時候 沒有賴清德的違建 而言寬恆的違建都不敢賣 跟他說賴清德的違建 我也說趙少康一件事 這兩個腳是什麼腳 邱毅、毛家慶 這兩個腳是你們蠔友宜 蠔伴高的腳呢 這兩腳是說蠔友宜喬黑道 結果被蠔伴高 結果這兩個人在賴清德家 違建直播的時候 趙少康馬上貼過去 說他拆違建我就辭董事長 你什麼標準嘛 到底毛家慶跟邱毅 你跟你們站在不站在同一陣線 還是你知道 真的喬黑道的是侯友宜 趙少康你也認同 他們兩個講的話 因為你自己也說 趙少康也是侯友宜喬的 所以是不是 是不是你告是告假的 趙少康根本認為 侯友宜跟毛家慶邱毅 所說的一模一樣嘛 所以你第二天馬上去 沿寬恆家幫侯友宜喬黑道 是不是我不知道 所以你趙少康跟國民黨 跟黑金的距離 才是那麼近的嘛 那違建這件事 已經講過幾百遍了 那個叫做寄存違建 甚至是寄存防射 連寄存違建都不是 是新北市政府在選傳操作裡面 把它深格為寄存違建 這也有深格的啦 所有的寄存違建都不用拆 新違建才要拆 柯媽媽要新違建 圓寬恆家的圍牆是新違建 這些都是新違建 這個才要拆 對 都鼓了 我們來跟爸爸說 邱振鈞不是這次選立委 不是現在苗栗市長 你都沒算 你的意思是這樣 就現在就發生了嘛 這標準也太低了吧 我跟你講這真的扯太遠了啦 他沒有犯那個毒品 不然昨天中選會 就不會讓他選了嘛 都沒有犯 都沒有犯 你不能說你在附近有聞到KN 就說他涉及毒品 他已經是中選會審查過分了嘛 你的家裡租給電玩店 然後六年內被抓三十次 土餅交易 都沒關係 你在後面寫他個人是毒品 你要證明啦 你要有證據他涉及毒品的案子 你不能去聞到KN 你家裡開的電玩店 然後你 然後 民進黨現在要把毒品 放在一個候選人後面 不用證據的嗎 這不是證據 不是 那你趕快去告他嘛 法院判決他有涉及毒品 你就判嘛 這就是現在的問題啊 如果國民黨下態度是 邱振鈞沒問題 邱振鈞沒問題 那你不繼續呼喊下去 我們支持啊 邱振鈞現在被揪漏的事情是什麼 房子回建不要算啊 在苗栗市中心 你的房子 店完店 租出去六年內 可以有三十件的毒品交易案 苗栗市長 你之後 在你擔任市長前 你把你的所有權賣給別人 變成跟你關係匪淺的人 然後你說這跟我無關的 不是我的 如果國民黨這標準可以 我支持 你們就講 繼續支持邱振鈞 如果你的國民黨標準是這樣 我沒意見 可是我們民進黨標準都是這樣 我們民進黨認為 這種就是黑金嘛